歡迎來到美國或是加拿大 其實這個規矩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要租車的話 剛剛羅哥一口氣說我要4x4 你站他旁邊你就會覺得真的是很抽用 我們一直講吉普車 吉普車 吉普車 就是因為JIP來的 他在這個兩次的大戰 甚至於之後戰後呢 也是贊助我們國家很多的吉普車 所以這個車的粗曠 還有他的軍事規格 到現在仍然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部車很多的元素 包括你看7個直炸的這種水箱罩 到現在為止還是保持 但是新的技術譬如說LED的燈組 現在出現LED 對對對 所以是LED 而且你手上鑰匙要幹嘛 這個鑰匙也長得很粗曠有沒有 這個這邊叫做JIP 對 這邊是JIP 另外一邊 哎呦 又有按鈕 好酷喔 對 當然按這個是可以把鑰匙拿出來 但是現在都是不用插鑰匙也沒關係 對 這邊有一個X2 有沒有一個 這是幹嘛呢 我插 他怎麼突然就掰著 我按兩下 然後發動引擎 車子裡面沒有人 沒有人 他會自動發動引擎 所以不用聯動手機去控制了 直接是車鑰匙就可以了 其實何必一定要開APP 什麼事都要開APP你煩不煩啊 太麻煩了 所以這個直接 然後你再把它按一下 它就把它熄火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算很方便的設計 而且重點這個不是自己改的 這是原廠就給的 這部車整個都是原廠的選配車 所以我們說這個是一個Rubicon的Gladiator版 這個神軌戰士版 而且其實側面有很多的巧思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剛原就粗曠喔 對 你看它的葉子板做得多麼的凸出來 凸到這裡 連這個輪胎 這個是Wild Peak的AT胎 AT胎就是選地形胎 這顆Folgan胎 現在在美國也是搶得要死 然後呢 Jib它就原廠很貼心的 我就直接配給你 不用搶 對 所以這部車 這個也對 這部車也加了很多分 你知道嗎 你想像不到輪胎 可以幫車子加分這種事情 而且我在這裡看到這個紅紅的 這個是古早時的Jib 這個最早其實Jib 所以說它的Jib的精神一直會存在 不只是在這裡有一個紅色的Logo 在前擋的右邊 有一個小小的 我要讓大家看一下 我的手看到這裡 可以看到嗎 你的手擋一下 這網美拍法 我網美拍法 我看到一個Jib 我就起來就不清楚 你看在這裡 年輕時的 古早時的Jib在這裡 所以它的精神一直都存在的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部車 當然不是總代理 現在台灣沒有Jib的總代理 所以我們是貿易商 它進的這部車是3.6的V6的NA 好可惜喔 對啊 3.6而已喔 對 因為我想這個車子 也要鼓勵到如果排氣量太大 可能大家的使用成本會太高 那倒是 那11的3.6 它這個有285匹馬力也夠了 夠啦 然後40公斤米的扭力 更何況這個有巴蘇的自排 加上這個是有加力箱的 對不對 所以動力絕對夠 然後你注意到這個是Jib就是Jib 你看這個在外面 而且這個門是可以拆的 這門是可拆的 當然可以拆啊 你不能拆什麼叫Jib呢 而且它這個裡面這裡有沒有 有個勾勾 它那條這個勾環 這個也是步驟的而已 你可以把它拆掉 把門整個都拆掉 就是要讓你去吞的啦 對 而且還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特別式樣板可以讓你選 有的是門這邊是鏤空的 只看得到一個叉叉 喔 是喔 對 然後你看這個車頂 我們已經拆掉了 對 其實後面的頂也可以拆掉 就是全部都可以拆 這一部車它既然是Jib 它前後是固定軸 後面不是用所謂的葉片彈簧 不是葉片彈簧 不是為了載重而設計 它是純正的越野車而設計的 所以它的這個 兩個輪胎的高低 它可以做得非常的酷 非常的大 然後那個 你從這個外觀來看就知道 它的前進腳 穿越腳跟離去腳 都已經是非常非常棒的 一個越野車規格 對 所以我們就進到車內囉 好 我進來以後第一句話想講 美國車跟當年我想像的很不同 對啊 你看看這個 漂亮耶 做得很帥啊 當然這也是有些選配啦 但是你看這個金屬質感多好 故意有這種類金屬的感覺 來 我們來發動一下好了 連現在你會覺得美國車 它的引擎的運轉精緻度也是很好啊 然後你看 它選了這個L-Pi的音響系統 包含了這個8.5吋的螢幕 當然支援Apple CarPlay啊 一定要最基本啊 對不對 我們從這邊這裡有個Media 打開 你看它還有兩種USB插口耶 對 與時俱進有沒有 Type-C跟USB Type-C 對 然後當然有AUX 它這很妙是底下還有好幾個AUX 超多的耶 我都不知道它這個是怎麼樣的 美國人到底怎麼那麼可以玩啊 真的 這台車不是應該去Tune嗎 你留那麼多這種先進合計在裡面 對 那也很好 這個也是必要的 然後我們要講它的核心了 哇 就是這個 四輪驅動 你看它的前面差速器 所以後面差速器 如果往上撥就是前加後 就鎖定 後面差速這個往下撥 這個就只鎖後面 現在鎖後面了 對 這個還不打緊 這個我想 包含這個加力裝置 這一定有的嘛 對 還有這個我看到了 覺得好酷喔 這個Offroad Plus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把它的Swaybar給一鍵解除 Swaybar什麼就是防晴桿 可以把防晴桿解除 而且它是做成電動的喔 那你為什麼要說解除 為什麼我說這台是純粹的越野車 你把它解除之後 它的防晴桿就不會去抑制 左右兩邊的輪差的高度 所以你把它解除掉的時候 你在攀爬譬如說很大岩石 兩邊輪差非常高的 它就做得到了 那你只要回到標準路面 你再把它鎖回來 對 所以這個實在是太棒了 而且這部車配備選的非常的高檔 你看它有這個 都要破300啦 對 這台都要300啦 這個是手動可以把它拆掉的天啊 把它車頂拿掉對不對 對啊 我只拆了前面後面也可以拆掉 其實後面也可以拆 只是後面就要用工具了 對 然後你看它排檔頭上面一樣 還有一個資深Jib的圖案在上面 很漂亮喔 所以我看到這個車我真的是很愛耶 它這邊雖然是 看起來只有定數對不對 它其實也有A-DOS可以選 它也有ACC可以選 安全的東西可以選 而且它的設計也很酷 你看這個出風口 我們整部玩了 太多東西可以玩 所以其實現在美國車真的也是 非常多巧思 可以關 可以開 巧思真的非常漂亮很多 所以開這種車出去 不只抽用喔 如果你要純舒適的話它也可以 你要Offroad的話它也可以喔 各位跨界小音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你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通知 各種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